中共央行连续开展逆回购操作 净投放规模达到590亿元 业内人士认为 扩大实施逆回购规模 有利于平易眼前资金的波动 防止市场恐慌情绪的发生和蔓延 不过专家指出 中国金融危机正在逼近 在当今通货膨胀高涨的情况下 继续放水会导致通货膨胀继续上升 民怨沸腾是死路一条 11月19号 中共央行已经净投放350亿元 21号 央行再次重启14天期逆回购操作 投放资金330亿元 由于上周到期逆回购回笼资金90亿元 等于上周三天内 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 向市场投放了590亿元资金 上周银行间市场呈现资金价格 也呈现出快速上升局势 以7天折押式回购为例 利率从周二的3.5989 连续升值到周五的5.4470高位 同样呈现紧张的还有债市的资金面 进入今年10月以来 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反常态 迅速攀升 11月18号 10年国债中 债参考估值为4.6619% 已经创出了2005年3月以来的新高 20号收益率攀升至4.7% 再次创出新高 新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正伟 向大陆财经网记者表示 迈向持续复苏的反转仍未到来 11月9号 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 10月份经济收据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在破警戒线创8个月新高 其中鲜菜价格大涨31.5% 通货膨胀严重 对银行来说 资金短缺和坏账上升 银行破产危险性的越来越大 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只能继续放水 可以预计通货膨胀会加快的增长 通货膨胀已经这么严峻的话 它再放水的话 实在是这种自杀的行为 目前人民币兑美元实行单边升值 据估计在过去8年时间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 累计升值了34% 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 累计升值29%和38% 研究表明人民币每升值1% 棉纺织 毛纺织 服装行业的利润率 将下降3.19% 2.27%和6.18% 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签约和利润 都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人民币短期快速升值甚至导致有单不敢接现象严重 出口利润进一步被压缩 中小企业出口受到严重冲击 大陆经济学者金融投资顾问郑志尧向新唐人表示 由于过去几年政府管的太多 导致经济与货币的风险正在逐步发酵 我们从股市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 股市是经济一个国家实际经济的平均表 我们的股市里面你没有看到吗 全部是靠题材股和消息和政策 观察能够很严重吗 刚才是越亏损越生产 越生产越亏不生产怎么办 又立刻破产 造成了恶果就是银行企业很多的问题要出现 17号 中共中央研究局首席研究员邹平作指出 中国金融结构不断恶化 有三种危机正逼近中国 不过邹平措表示 中国的可能性金融风险并不表现于总量方面 最大的风险潜伏于结构与体制之中 11月20号 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巡视员方兴海 出席财经年会2014时提出当前金融市场的四大风险 可能导致一些中小银行和金融机构破产 这四大金融风险表现为流动性的风险 利率风险 资产质量风险 以及信托理财 委托贷款和影子银行的产品带来的风险 都会回到银行中来 最终可能导致中小银行倒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